曾经娱乐圈中的明星们都是千人千面 各有各的特点 要说最有名的还得是有金刚芭比称呼的金晨 也正因为这样的内卷导致很多人的审美发生了偏差 在影视剧中可甜可闲 在综艺里就是个能独当一面的萨姐 可直到看过她曾经的照片之后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太可惜了 以前的长相多有特点 可在毕业之后 她并没有选择走和自己专业相关的职业 而是进入了演艺圈那时的她脸上还是肉嘟嘟的 有着立体的五官还有非常自然的脸 可以说那时候的她是辨识度非常高的 并且鼻翼也有肉 笑着也很自然就算有人认出了是金晨 但也只能用质问的语气 运气点的回答是整不了一点 但最起码和之前相比还算可以 算是锦商添花的一种 甚至还有人将她每个时期的照片拼接到了一起 还开玩笑的说是不是一年得去换个身份证 人家是因为演技将人物刻画的成功 被称为艺人切面 而她是凭借资深颜值的变化 让人想到了那个词 当初的青春女孩一瞬间还真是变成了社会节 尽管在无心法师时传来很多夸赞她颜值的话 但她变美的征途并没有停止 很多人感觉到和之前的青春懵懂相比 显然是多了一些美艳和灵动 虽然她的脸在一点一点变得精致 但很多网友也是出于好心 劝解她不要再整容了 或许是因为过度减肥的原因 在有一次直播时 很多人发现她的嘴在说话的时候会向右边歪 虽然追求美食个人权利 但是可而止就好